回顾肝病之父吴孟超,总结60年养肝经验,做好三件事,肝功更强壮。肝脏,这个位居我们身体内的沈默器官,承担着解毒、代谢、分泌等重要任务,一旦出现问题,其影响可谓是波及全身。 在肝脏疾病的研究领域,有一位被尊称为肝病之父的杰出医学家吴孟超教授。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内脏器官之一,担负着多项至关重要的生理功能,对于维持人体健康至关重要。肝脏位于腹腔的右上方,具有独特的结构和丰富的血管,使得它能有效地履行其多样的生理和代谢功能。 首先,肝脏在人体的消化过程中起出不可或缺的角色,它负责产生胆汁,一种对于脂肪消化和吸收至关重要的液体。胆汁能够乳化脂肪,使之更容易被小肠的消化酶酶分解和吸收。 没有肝脏的正常功能,脂肪以及脂溶性维生素的消化和吸收将会受到严重影响。 其次,肝脏是人体最重要的代谢器官,它参与了碳水化合物,脂肪和蛋白质等多种物质的代谢过程。 肝脏能够调节血糖水平,通过将多余的葡萄糖转化为糖原储存起来,以及在需要时分解糖原释放葡萄糖以维持血糖平衡。 此外,肝脏还负责转化和代谢体内的脂肪,以及非蛋白氨基酸的转化,这些都是我们体内能量产生的关键过程。 第三,肝脏在排毒和清除体内废物方面起注至关重要的作用,它能够将药物、酒精和其他有害物质代谢成无害或者更以排出体外的形式。 肝脏还负责清除血液中的老旧红细胞和部分白细胞,同时对一些激素和外源化学物质进行代谢和清除。 此外,肝脏还具有免疫功能,其内含的巨噬细胞能够吞噬血液中的细菌和其他异物,从而保护我们免受感染。 吴孟超教授,中国肝脏外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,以其深厚的医学功底和对肝脏疾病的深入研究闻名于世。 吴教授不仅是国内外多个医学、外科学会的重要成员,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肝脏病领域的学术带头人。 在多年的职业生涯中,吴孟超教授带领其团队在肝脏疾病治疗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,特别是在肝癌的早期诊断和手术治疗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。 在肝脏疾病的研究领域,吴孟超教授也是总结出来了不少的经验。 1.早期肝癌的诊断与治疗 吴孟超教授及其团队发现,早期诊断是提高肝癌患者生存率的关键,因此他们开展了一系列针对早期肝癌的筛查和诊断技术研究,包括肝脏超生、肝功能检测以及血清肿瘤标志物等方面的研究,极大地提高了早期肝癌的诊断率。 2.手术治疗的创新 在手术治疗方面,吴孟超教授提出并实践了多种创新的手术技术和治疗策略,如肝断切除术、肝脏局部切除术等,为肝癌患者提供了更为精确和有效的治疗选择,特别是对于复杂肝脏手术。 2.吴教授运用其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艺,成功实施了许多国内外同行认为不可能完成的手术,挽救了无数患者的生命。 3.肝移植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3.肝移植领域,吴孟超教授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。他积极推广肝移植技术,并不断完善手术方法和术后管理,有效提高了肝移植的成功率和患者的生存质量。 4.由他领衔的团队完成的肝移植手术数量和成功率,在国内乃至国际上均享有盛誉,而努力,当然这些知识对我们的日常生活而言,好像有些遥不可及。 5.为此吴孟超院士专门提到了这三种养肝的好方法,让我们都能呵护好肝脏健康,养生之道,肝脏健康不可忽视。 中医学认为肝为将军之官,承担着输泄、解读、注血等重要职能,对维持人体的生理平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现代生活节奏加快,饮食不规律、工作压力大、生活习惯不良等因素,均可能对肝脏造成损害。 1.均衡饮食科学膳食 首先,均衡饮食是养护肝脏的基础。肝脏是人体主要的代谢器官之一,参与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化合物等多种物质的代谢过程。 因此,保持均衡饮食为肝脏提供充足的营养,是维护其正常功能的关键。 1.适量蛋白质 蛋白质是肝脏修复与再生的重要营养物质,但过量摄入则会增加肝脏负担。建议选择优质蛋白质来源,如瘦肉、鱼类、蛋和奶制品,适量摄入。 2.低脂饮食、高脂肪饮食会使肝脏负担加重。久而久之可能引发脂肪肝等问题。饮食中应控制油脂摄入,选择植物油,并适量食用坚果类来提供健康的脂肪。 3.充足的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有助于调节肠道功能,减少有害物质被吸收并促进其排出。蔬菜、水果、犬骨类等是良好的膳食纤维来源。 4.适量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维生素啊、D、E等以及铁、鑫等微量元素对肝脏功能至关重要。通过均衡的饮食保证这些营养素的适量摄入。 2.健康生活方式避免酒精与有害物质。酒精是肝脏的头号敌人。长期大量饮酒会导致脂肪肝、酒精性肝炎、甚至肝硬化等严重肝脏疾病。因此,控制甚至避免饮酒对养护肝脏至关重要。 1.限制酒精摄入尽量避免饮酒,或将酒精摄入控制在安全范围内。偶尔饮酒时,应选择低度数酒品。同时注意不空腹饮酒。 2.远离有害物质,除了酒精外,还应该避免接触或摄入其他有害物质,如吸烟、药物滥用等。这些有害物质都可能对肝脏造成损伤。 3.良好生活习惯,保持适度运动。 3.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于养护肝脏同样重要。适度的运动不仅可以促进身体新陈代谢,还可以提高肝脏解毒能力,增强肌体免疫力。 1.规律作息,保证足够的睡眠时间。作息规律,尽量减少熬夜。因为肝脏的修复和再生大多发生在夜间。 2.适度运动,坚持适度的体育锻炼,如快走、游泳、骑自行车等。有助于改善身体代谢,减肥减脂,预防脂肪肝。 3.心理平衡,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,合理安排工作与休息。减轻心理压力,避免情绪波动对肝脏造成的影响。 总之,养护肝脏需要从日常生活做起。均衡饮食,避免酒精于有害物质。 保持良好生活习惯是三大基本原则。 养成这些健康的生活习惯,可以有效保护肝脏,促进身体健康。 同时,定期进行肝功能检查。 及时了解肝脏健康状况,对早期发现问题。 采取适当措施至关重要,如此才能确保肝脏健康,维护整体身体的健康状态。